蓝友们大家好,我是蓝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夏季我们养蓝花 就是这种家庭的环境 我们蓝花接受一个怎样的光照 比较适合这个蓝花生长 今天太阳就特别好 特别热 我这今天也有30度了 我家是吉林嘛 我们这冷的比较 暖和的比较晚 像蓝芳可能之前就已经进入夏季了 给蓝友们看一下 今天外面这个大太阳 老黄远近 再给蓝友们看一下 这个光照是怎样的一个接受 我这个房子上面是拉了这样往 这个是一个阳光房 院里的一个阳光房 上面拉了这样往 然后这个光正好是从这个窗户能打进来 我最前面一排放的是三角梅和月季这类的花 这类的花是喜欢大太阳的 这个阳光可以完全打到他们身上 再往后就是蓝花 蓝花就是喜欢这种明亮的散光 就是既能够看到光 但是光又打不到身上 这个是最适合蓝花生长的 到了夏季 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种早上 9点钟之前的太阳光 太阳直射光 或者是晚上5点钟之后的太阳直射光 都是可以的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 尽量就不要让蓝花暴露在阳光之下 不要让那个蓝花的阳光 直接打到我们蓝花叶片上 蓝花是不太耐晒的 就是我们喜欢养蓝花 通过各种渠道看那个蓝花知识 一直也是在介绍 蓝花它是一个洗半阴的植物 太强的那种直射光 蓝花的叶片会受不了的 这边也是我放蓝花的位置 你看一下这上面 我也是已经拉了这样往了 这个遮阳网我拉的是双层的 好多来友问我 这个遮阳网是多少针的 我还都没有太计算过 这个透光率应该是在 75%到80%之间吧 给来友们看一个 晒过的蓝花是什么样的 就我这个遮阳网 前一段时间 我不是拉了一个单层的吗 这个是寒蓝 这个叶片就是被晒过了 它整个它这个叶间 对聚焦 我们看这个晒斑 叶背是正常的 这个叶面 这个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阳光比较强 才会照成这样 如果是长时间的那种偏晒 但是又不是特别晒 那么蓝花整个叶片会呈现这种偏黄的状态 好多来友知道 我养蓝花就偏黄 就是我这光照也比较强 这边我拉了一个竹梁 这个留了一个小洞是通风的 这边我拉了一个竹梁 就是为了挡这个前面进来的光 不然这边光线太强了 它这种兰花的这个是春兰的大雪岭吧 如果光照太强的话 像这种艺草是非常容易烧尖的 兰花这个植物就是这样 它又不喜强光 但是呢 它又比较喜欢这种明亮的散光 如果说我们放在就是纯阴面 北面一点直射光都没有 这个还不太适合 主要是北面的话 可能南方会好一些 南方应该适合一些 像北方的话 北面普遍都是风比较大 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 不要让那个大风抽的蓝眼来回的摆动 这期的视频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